哈囉 欸真的有小果音欸 很多嗎 所以我剛才說那個門一定要緊閉啊 我們今天要幫我們獨角線換成 我們先用這個這個箱子 然後把獨角線全部倒出來 因為我不確定他們裡面 應該都還活著吧 好了我要到了 我要遠離一點是不是 欸我馬上找一隻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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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嗎 太棒了 太棒了 他們活得好健康喔 超大的 這就是雞母蟲 度假線的幼蟲 欸我這樣就挖到一隻欸 可是他們活得很好齁 啊這換土了以後 還要換多少 我覺得它已經是山林了 我覺得大概五六月就會化油 所以你五六月還要來再挖一次 等他們自己出來就好 你說等他們自己變成成蟲 對啊 所以這換了一次就不用再換了 不用 待會幫他們洗個澡沖一下 那為什麼要換 因為有些土已經撫壞了 放太久了 就是有一些已經撫爛太久了 已經太爛爛了 太久了還蠻可愛的 他們還會再更大嗎 現在山林應該已經差不多了 好神奇喔 他們盡量會變成甲蟲 我們現在要確定的是要把裡面所有的幼蟲都挖出來找 所以幼蟲越大它變成甲蟲就會越大嗎 沒錯 你答對了 你很聰明 山頭體型在它的幼蟲就決定了 幾隻都蠻小的欸 只有這隻比較大而已 你幫我把這個機器拿起來拍它們好看 你確定大家想看嗎 我跟你講一看一看會覺得很噁 但看久了就覺得生物很奇妙 大隻啊你很奇妙 我現在就是在把最後圖確認 看到沒有走散的幼蟲 你好可愛喔 我覺得果蠅比他們還噁心 果蠅真的很煩 難怪我坐在客廳看電視 有小蟲 牠從陽台飛進去的吧 欸我剛好笑有看到一隻 欸有欸這裡 欸你眼睛好立欸 對啊 是牠們的屎啊 牠們的屎不是長這種 牠們屎我有另外拍了 帶大家看一下 獨角線的便便長什麼樣子 有沒有看到 這裡全部都是獨角線的便便 黑黑的 一顆一顆的 這個呢是那個園藝植糊 很好用的肥料 所以你可以丟掉 但也可以拿去當肥料 就看你的選擇囉 這些泥巴的狀態很不好 你看這個土已經腐化成這樣 修化 換個角度 幫牠洗個澡 由於時間的關係呢 我剛才已經把這個AK2 全部都已經豁在裡面了 然後已經加水調配好了 那我就是這樣用一桶這樣子 要把牠們塞進去 還是放在上面 牠們就會自己滑下去 牠們會自己爬下去 那這些獨角線呢 我們就先把牠全部拿去過水 怎麼洗牠呢其實很簡單 就是直接過水 把身上這些髒髒的洗掉就好 就這樣沖一沖 把牠身上的一些髒髒的啊 蠻啊全部沖來 如果放在這邊會有鳥來吃吧 會啊會有鳥來吃啊 喔我看到被鳥 其實有一些 非洲還是南美洲那邊的人 有在吃這個 這對牠們來說是很好的蛋白質 我知道有農町蠻會吃 這裡像是可以弄到昆蟲的好地方 我們要一半 耶那是什麼 昆蟲啊不然你以為什麼 我們就把它洗一洗吧 那我們就可以拍到轉變去 可以摸擦一下嗎 對啊 這叫中獨角線 這很好笑 沒意外應該六七月 牠們就會變成獨角線 真的我覺得看久很可愛耶 牠其實飛飛的 牠們身體有點透明 你們又可以看讓牠們吃的土 毛毛蟲或者是雞母蟲經過淬煉 就會變成漂亮的甲蟲 或是漂亮的蝴蝶 大自然真的是非常的奇妙 就像醜醜的阿偉 剩下還是醜醜的阿偉 好啦 差不多完成了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獨角仙換土之旅 好 那你要把那些都清一清等一下倒垃圾喔 你喜歡嗎 我蠻喜歡的 有什麼感覺 那邊排水口長了一棵樹耶 你看大自然是不是很奇妙 有時候都覺得動物植物跟昆蟲比我們人還要有韌性 我們人那麼有智慧不能輸啊 謝謝你的講解 他們要拜拜了 欸 已經有埋進去的咧 這隻最大 應該是工人 好期待他們變成蟲 我看一下應該兩三個月後 我們可以等他自己爬出來 我們就不用去挖他了 所以他變成蟲就一定不會再吐出來 他會出來 要找食物啊 期待囉 期待囉 拜拜 希望他們趕他變成蟲 那是調形蟲不是獨角蟲 那獨角蟲呢 獨角蟲是一個人 對對對 今天光好美 好 我要去清垃圾 獨自面對這一群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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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